春生夏长 顺应它 尊重它 敬思它 体悟它 生生不息的自然规律 因天秩序 无为而无所不为 优优独播剧场——YK 春日的清晨 紫霄宫的道人们 在准备着一天的斋饭 此时 炸暖还寒 也是人体新陈代谢最为活跃的时期 道人认为 人的生命活动与自然息息相关 所以 自然中的任何变化 人体都必须调节适应 杨道长在这个春天拨下花种 没有了尘世的牵绊 整日与花草为伴 他已经记不清自己在这里度过了多少个春天 对于他来说 时光的流转 时光的流转早已没有了长短之别 只有季节的不同 曾经在那个没有沙漏 没有钟表的时代 道人们只能依靠星移斗转 沉吸木矮来确定时间 他们必须调动自己全部的器官来参悟这个世界 因此 他们也许比我们更敏锐而深刻地体会到 春夏秋冬循环交替的力量 他可以做茶 哦 嗯 你看那个 他们用那个茶叶 就是玫瑰茶 就是这个 哈哈哈哈 他这个 因为是 他这是一个大自然 你要与大自然 他结合在一起 他都比较合适一点 天地合一嘛 伴着彩茶姑娘的歌声 生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舒展着 这也是一年中最生机盎然的季节 在自然光影的明灭中 生命如同一棵枝繁叶茫的大树 从树叉再四季风雨的变化上 我们开始了解那深藏于内部的气血变化 中国传统文化里边它有很多地方 它实际上是靠打比方来解释天地万物的 比如说这个春字啊 春字在说文解字当中 以及市民当中 它都认为说春春也 那么就像那个春呢 就像蠢字呢 就是有几个小虫子 以三代多嘛 三个小虫子 然后呢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就是春天的生发之际就像小虫子一样 蠢蠢欲动 一点点的生发起来的 《皇帝内经》中这样说道 春季白天的阳气来得比冬季要早 夜晚会迟 所以春天已早起晚睡 春天属木 木为干 春天应注意养肝 让肝气抒发精神愉悦 这是一个借助大自然外部的生机 去激发人体内部生机的季节 他鼓动生命的活力 进入新一年的生命活动 当枝了枯燥于亭前 夏天写焦阳如月而至 杨道长会到山里摘一种武当特有的树叶 当地人称它为神仙叶 用它能做成一种叫神仙粉的消暑佳品 关于它的来历 还有一个美丽的故事 很久以前 武当大旱百姓颗粒无收 真武大帝于是将天庭里的一株树种 洒入武当山麦间 不久山上就长出了一种独特的植物树种 真武又托梦给百姓 先将树叶用开水搅拌 再用草木灰水点浆 集成凉粉 如今 每到夏天树叶成熟 道人们都会前来采摘 希望能借此神心舒展 好似神仙一样 逍遥自在 夏字的小篆上面为叶 古代读斜 中间是两只手 下面是两个脚印 代表两只脚 这是一个象形字 似乎在告诉我们 夏天太热 我们的头 手 脚 都露在外面 夏天呢 叫羊掌 你不要去怕那个太阳光 叫无焰余日 好多人啊 尤其现代人 你看一到夏天天气一热了之后 马上就躲在空调房间里 这个是不好的 它应该是怎么样呢 叫自然乘凉 你不要去讨厌那个太阳光 然后呢 也不要了 吃那个冷的东西 吃的太多了之后 有三脾胃 每个夏天 禅 禅 要经历生命的一次转换 夏字 在甲骨纹里面 像禅字 用禅 来代表夏天 以语 这是一个天地万物 能量发生 重大转换的时期 夏天是一个天地万物之能量 发生一个重大转换的时期 所以在这个夏天的养生当中 实际上它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夏天你没有养好的话 你在这个万物生长的这个时期 就是你没有转化好的话 有可能就是生命会出现极大的这个变故 甚至在《黄帝内经》里都会说的 如果没有养生 没有养好的话 甚至到冬至那一天 你就会生大病 《黄帝内经》中将夏至和冬至 比喻为一天中的五时和紫时 也就是太极土中的阳极和阴极 那么夏至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就叫做夏至一阴生 所以天地万物之间的生长变化 为什么会在夏天会突然出现这种 类似蝉的这种蝉的这种 蝉的这种飞月性的变化呢 实际上就在夏至之前 可以说万物都处在生发的一个阶段 所以是开花 然后等夏至这一天开始 一阴生处在变化的一个集中点上 夏天在道人心中 是一个煮散的季节 经过了一个春天的生长 如一个少年不如了青年 此时应纵情自然 逍遥山水 无燕于日 不要拒绝阳光的炽烈 让身体自然发散 经脉畅通 如鱼儿在水中畅游 如荷花随风摇曳 焚香抚琴品茶论道 于自然中感受万物蓬勃生长 我们的祖先认为夏天主心 所以更要放下身心背负 心无所缀 只有让身心畅通 秋天的收获 才能足可期待 当桂花盛放于枝头 如火如荼的夏天已经过去 南岩宫被红叶浸染 道人们信不停前 怡然自得 这座大山经历了春夏的浸润 变得厚重而从容 古代的秋字写得非常有意思 它就像一个火盆 把虫子全部烧死了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这一年四季的 这个关于这种 从汉字上来描述 这一年四季 它非常有意思 春天是蠢蠢欲动的小虫子 然后夏天是什么呢 是虫子的变化时期 而秋天是什么呢 秋天大火剩 然后把这个虫子烧死了 但这种烧死 有点类似于涅槃 就是说你现在虽然死了 但是你为了再生 为了产生再生的能量而出现的 秋天是一个变化转换的季节 杨道长开始收获小院里的瓜果 秋天煮沸 道家认为因为阳气下降 人的抵抗能力也随之下降 这时要守护神志 不让阳气外泄 避免外邪的侵入 此时昼夜温差较大 一天徘徊于不同的季节间 已受风寒 所以特别要保护好废气 大家都知道秋天的时候 要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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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也不能太过 所以总而言之 秋天一个字叫做 一样 当太子坡的桂花香飘武当的时候 正是黄金成熟的季节 《本草纲目》中这样描述黄金 补精气 撞筋骨 一精髓 便白发 所以每到秋天 杨道长都会用黄金 做一种武当道人 时代相传的养生佳品 现代医学证实 现代医学证实 黄金对治疗肺结核 选军病 老年寒热虚损 食少体弱 筋骨不肩 有较好的疗效 在道人的眼中 黄金还是壁骨的佳品 追寻道教养生的源起 就是一部全面调动 开发人体潜能的历史 从先秦到现在 他们用各种方式 来应和天地的节奏 道人虽不懂现代营养学 却已经意识到 人体负荷过重 所带来的疾病威胁 从另一个角度看 壁骨或许是在做减法 它帮助我们的身体 实现良性循环 这些东西是道法自然 顺其自然 随便 人一生啊 木牛一定的那个 它都是随时随 它都可以千变万花 是吧 是吧 都 四斑脚条里 那都绑成了 多年来 杨道长会根据身体的状况 选择是否需要服用黄金来壁骨 黄金的做法也因人而异 大多时候 杨道长会将黄金除去须根蒸一日 取出量干 晒一日再蒸 经过久蒸久晒 用微火烘干后 研磨成粉 加上蜂蜜 变成了补气一神 延缓衰老的密蒸黄金 按照现代科学来说 这壁骨是有道理的 它至少有三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呢 就叫什么呢 就叫排毒 人啊 这个体内 你看不吃粮食了 那么呢 你这个肠胃当中的那一个 你就给它清除掉了 读书啊 给它清除掉了 第二个作用呢 叫夺气 什么叫夺气呢 就是人在壁骨的状态之下 它靠的是什么 我们古人把它称为是气 这样就激发出人体的 自身的那种抗病的能力 无论壁骨是否是养生的法宝 它带给世人的 却有另一种深意 所谓建树爆谱 少思寡欲 也许我们越来越需要 保持内心的朴实和平和 来面对一个灯红酒绿的浮华世界 建树爆谱 少思寡欲 我理解在今天这个时代中 就是酒啊 茶啊 咖啡啊 各种饮料啊 我们都去尝试 我们这种生活 其实都不要放弃 但是一切要适可而止 真正要作为自己恒常饮料的 还是清水一杯 其实人能够守住朴素 然后呢又能够看清 并且享受当下的这种潮流 我觉得这是当代人的生活方式 自然的报复曾经无情而严峻 也许正是人类无穷尽的欲望 和过度的索取 使得历史上灾难迭起 几千年来 中国人抵御瘟疫的历史 虽然艰辛 却也极大的促进了古医药学的演进 直到今天 武当的道人们 仍用一种古老的方法 来消灾避难 每年的元旦 杨道长都会和徒弟们一起 做一种流传已久的药酒 图酥酒 这个图酥酒啊 最早是华佗给发明的 后来在孙十秒的千金方里面 记载了这个图酥酒 什么叫图酥呢 它两个意思 这个图啊 就是图沙的意思 叫图绝 叫图绝鬼气 那个苏是什么意思啊 苏就是复苏 是苏醒的意思 是要复苏人气 图酥是一种草名 图酥是一种草名 因为是在这种房子里酿的酒 所以称为图酥酒 它的名字 和中国历史上 两位伟大的医药圣者 联系在一起 据说 有华佩佩在东汉末年创制 大支配方式 将大黄 橘梗 薯椒 白树 桂心等 放入酒中 禁制而成 由于瘟疫 多发生在春冬之际 所以 曾在武当修行的唐代大医圣 孙思苗 每到腊月 总要分送给众林相亲一包药 告诉大家 以药泡酒 除吸禁饮 可以预防瘟疫 孙思苗还将自己的屋子 起名为图酥屋 以后经过历代相传 因图酥酒便成为过年的风俗 冬字的大传 好像冬天用来捕获野兽的炼球 说文节字中 对冬的解释为四时尽也 这是一年四季的终结 然而 就在这白雪之下 新的生命正在萌芽 比如说这朵花 它如果说羊比较盛 花盛开 等到最后阴多的时候 代表它该枯萎了 它将来化作春泥 又会花去了 下一朵花出现了 所以它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何代表说 每一样东西得一种稳定的状态 所以宇宙万物都是在某种稳定的状态 所以山河大地更有它的保持长久的道理 就因为它能够合于它那个情况的要求 那我们人来说的话呢 你学老子就发现说 既然发现这种核是一种稳定的状态 人就不要太多的作为 一年之中 春是蠢蠢欲动的幼虫 是生命的开始 夏是隐行高歌的枝鸟 是从虫到蝉的生命蜕变 秋是恐无有力的蟋蟀 是生命的成熟 冬是虫子进入冬年 开始新的一轮生命孕育 四季交替中的生命演化 是否也与人类身体的运转 有着某种规律的契合呢 老子说 自然无为 顺应自然的规律 看待生命 看似无为而无所不为 无为的一个本来的含义 到到无为而无为就是 不要以我的意志去做 不要以我的经验判断去做 把我的意志凌驾在 我要做的这个事情之上 在古代说 我一定要按照我的意志 强迫这个水往上去往上流 那么这样的为 在道家就是反对的 道家所说的无为 万事万物都有它的本性 你顺忍它的本性而为 这个就是无为 古人说 酒已至极 古人酿酒的主要目的之一 就是用来入药 远古的药酒大多是酿造成的 药物与酒牢混合发酵 在发酵过程中 药物成分不断溶出 才可以充分利用 经过一个冬天的酝酿 杨道长的图酥酒终于酿成 农历除夕 道人们为新年的斋饭忙碌着 古人认为 食肉者勇而旱 食谷者惠而巧 清爽质朴的素食生活 使人心静平和 内心自然而智慧 现代医学则认为 恰当的素食 使身体保持适度的弱减性 还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缓解身体各脏腹的压力 减少癌症等致命疾病产生的几率 经历了春华秋时的更替 这座大山变得格外生动而灵秀 天地像是硕大无棚的巨大熔炉 自然法则像出神入化的大师 演化了万物生灵的生息繁衍容枯 浑然一体也浩荡万象 演化了万物这些 养斛不永松的衣 blocks 孱大 宖山变得口 西洋军伐 为了4万年 葫蘇点尘果 笑魔心灵的外面 与蜕变 开始和终结 相融相生 不见规律 却是一种真正的大和之境 它宽广浩瀚 却波澜不惊 生命的自由价值 无成其中 无比崇高 也无比渺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